北京时间9月9日早上8点45分 世界杯预选赛南美赛区第一轮 巴西坐镇主场迎战波利维亚 比赛第13分钟 巴西队左路进攻 罗德里哥左侧下底船中 皮球打在防守球员手上 裁判判罚点球 巴西队获得点球机会 点球 这球在船中的过程当中 打在了波利维亚球员的手上 也非常的不满 因为他觉得这个球 他没有刻意地去张手 巴西队10号内马尔主罚点球 被波利维亚门将轻松扑住 内马尔这个点球罚得非常糟糕 内马尔这个点球 怎么能打成这样呢 这个没有力量啊 这个点球被比斯卡拉 稳稳地抱在怀里 这个一直方向判断对了 20内马尔这个点球 打得没角度没速度 比赛第23分钟 巴西队右路进攻 拉斐尼亚左脚抽射 被波利维亚门将扑出 罗德里哥门前捕射建功 巴西队率先打破比赛僵局 主场1比0领先波利维亚 一个失误 5号胡锡诺在把球重新挡回了门前 在进门中位置捕射的是11号罗德里哥 球队会遇到一些可能不确定的因素 但是巴西队还是用实打实的进球 比赛第40分钟 内马尔在中场接球 随后上演了一连串华丽的带球过人动作 内马尔连过数人突入禁区内 可惜最后的射门打得太正 被对方门将没收 下半场刚刚开始不到一分钟 巴西队前场进攻 内马尔携塞传球给右侧的拉菲尼亚 拉菲尼亚进区内连续假动作 晃开防守球员 随后左脚抽射破门 巴西队主场2比0领先玻利维亚 比赛第53分钟 巴西队卷土重来 比赛第6分钟 比赛第61分钟 拉菲尼亚右侧底线传中 内马尔中路包抄破门 巴西队主场火力全开 已经4比0领先玻利维亚 比赛地区的比赛 比赛主场火力全开 比赛主场火力全开 他永远上演出装 比赛第77分钟 玻利维亚利用反击机会 由阿布雷格报社破门帮回一球 玻利维亚客场1比4落后巴西 商庭捕食阶段 内马尔又进一球 完成没开二度 巴西队主场5比1领先玻利维亚 最终 全场比赛结束 巴西队主场5比1大胜玻利维亚 迎来是预赛开门红